好的 欢迎回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这盘棋 就是本届冠亚军的主将之争 而且这两位对手也是大家非常关注 而且现在很有人气的 深圳旭对丁浩两位00后的 这么一个火星装地球般的一个对冲 叫深丁大战 这位就是丁浩 就是在去年底之前就连续拿了三个冠军 丁浩最近石头太火了 而且基本上是靠他一人之力 把杭州农亚名城队带到了真冠的地步 对 丁浩季后赛的前七盘棋只输了一盘 太厉害了 而且都是主将战 所以他赢的人也都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这个常规赛的时候 农亚队只是一个排名第五的一个位置 所以他要连过三关才能进入总决赛 连过两关 这个小将金宇成也是最近一下让大家记住了他 这位金宇成 也名岁 对 农亚队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我觉得和这个小将金宇成的这个出色的发挥也绝对是分不开的 不到18岁的小将 那么好的 我们今天其实本来非常关注的这盘棋 但是我们想要把这个好饭不怕晚 是吧 压轴大戏 对 好的 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棋局 嗯 好 这盘棋是由丁浩直黑棋 对 丁浩现在等级分应该是进入全三名 对 在这个年底的时候 去年年底12月底的时候第三 但是现在的实时等级分显示已经他超越了骨子豪 对 已经排名第二了 对 而且好像超楼不少 按可能和这盘棋的胜负的都没有关系了 因为一月底可能这是最后一盘这个等级分比赛了吧 可能还有天元赛吧 还有天元赛 有一杠 那就那就难说了 是吧 那就难说了 但是呢 就是他一月份他之前也赢了很多盘季后赛 对 丁浩最近我看了他 他最近的等级分啊 近一年来涨了将近一百分 哇 真的是进步飞速啊 飞速 因为像他这么高的等级分 想要涨分并不是那么容易 没错没错 因为基础高啊 需要高胜率 高胜率 对 基本上跟刚才那盘棋很相似 刚才那盘棋是两个挂角 我记得是 接着点三三 深圳旭和丁浩呢 也是曾经当过队友啊 当过维甲队的队友 这个好像是 1819吧 还是1718 当过两年的队友 我记得当队友的时候 深圳旭 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提到说 他最看好中国的这个00后 棋手里面就是丁浩 他果然很有眼光 很有眼光 其实他自己也是个00后 对 但是当年呢 肯定这个深圳旭更受关注一些 只能说他 对 当年可能深圳旭还 那时候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啊 就是说 说出这样的话 他应该是意思 我觉得啊 揣摄他最后00后的比拼 以后是 我是韩国的英雄最牛的 对 丁浩是中国最牛的 大概是个意思 直接拖 直接拖 并没有说选择了顶 对 这个就 这也是一个气势 你看两个人马上就进行了一个 特别复杂的 这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 米刀 米式飞刀 就刚才我们讲解的那盘 这个米玉婷九段 由他来 就他有一个 其中有一个变化 是他来发现的 对对对 所以被命名为米式飞刀 但是这个 已经更新了很多很多代 但是依然到现在 还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太复杂了 说实话 一看见这个米刀就头疼了 对 我是就是说 在职业洗手研里面 都非常头疼 当然他们因为研究的比较深刻 对 我是建议啊 就是 搞不清楚的 咱们亲密朋友们 反正是 能不下就别下了 如果说你想是 骗别人一刀呢 你要自己多研究 这里的陷阱很多 对 你看这盘棋 好像又出现一个什么心形 是不是 对 他显然都是有备而来 有备而来 既然黑棋赶这么来 他已经 丁浩也还是有备而来 你看这个黑棋 一飞就是有一种 邀请你下面 是飞刀的这种感觉 但是呢 白棋呢 好不退却 他对 他不退却 他就想 这我研究的很深刻 对呀 这个深功智能 是不是 对对 我想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招 好 这个地方呢 显然因为针子关系 是黑棋是不能断的 只能是斑 这个米歇飞刀首要的条件 就是需要针子有力 然后他这个 对 火的接触 这都是必然的 然后打了飞下来 是吧 这真的是太复杂了 基本上下到这个阶段 好像基本上是一个 起手定势 是吧 对 其他现在基本上来说 就是断了接触 然后 或者还有 还有先断这个的想法 对 接下来我就觉得太难了 断完以后 还有尖这个 还拖一个 反正这几种选择 大概是 反正每一种分支 都是 哎呀 无数个变化 无数个变化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复杂 以前不说有三大难解定势 我觉得现在这个米刀 都可以自选了 对 不 这时候在那个 人工智能时代 对 这个一定是最复杂的定势 对 变化太多了 这盘棋呢 它是 对 这飞下来的时候 它应该是选择端这个 端这个 然后拖 选择拖 没有选择尖 尖也是其中的一个变化 然后 差不多是 立这个 还是 吃还是尝是吧 肯定是要吃 为什么不吃 再挡下来 这样就好像也很复杂 点 哎呀 这个就很应该是一个双活的一个样子吧 我就只能安静的看着 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 好 我们就是大致给介绍 因为这个再摆下去 这个一个小时肯定都不够 不够 绝对不够 就是一个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 第二个呢 就是 现在断也是有一个 跟那个断完结束再断 其实是 还原了 还原了 顺序是一样的 这个也特别特别的复杂 还有第三个就是拖这个 拖这个呢 刚才间的时候黑系要挡下来 对吧 对拖的时候黑系肯定只能断了 对 你现在如果在在外搬的话 那白旗就便宜好了 对对 白旗再退就就活了 对 所以拖的时候黑旗也没有选择 这个时候 这个是没有办法 然后这个是要反击的 这个是深深敦序是选择了这样一个下反 对 接下来黑旗是长出来 这个挺头 这个时候呢 好像是不是也有爬回去的 但他这盘旗选择是长 爬回去也是非常非常复杂 爬回去就是本期应该是做这个 这样怎么沾 沾一下还是当虎 沾一下吧 爬回去的时候 不不 加的时候啊 黑旗搬 加 他可以还有先藏这个的 先藏的我这个要做活 对 直接打掉你搬 然后呢 他爬这个 反正是也搬掉你虎这个 嗯 再爬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复杂了 再打 对 这说完全看不清楚了 太乱了 接下来 这样 不清楚 这个太复杂了 这个 这以后白旗可以从这边跳啊什么的 然后就各种各样站着 这个脚也没活 这边也没活 反正到处都没活 超刚了 超刚了 这是其中一个变化 所以这种变化 如果说在实战中现响 那可能 对对 那平常肯定是有研究了 就有点累了 对 所以 但是呢 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 对 就算做好功课了 这个也是非常的复杂的 防不胜防啊 对手突然来一个新手 对 基本上 刚才那个变化 就是一个很复杂战斗 如果要避免这个呢 就是 它实战这样 藏这个 对 实战是藏出来 那我相信 以这两位棋手的用功程度 这个 这一代的变化 绝大多数他们 其实都是 对对对 比较清楚的 比较清楚 现在你要走到外头呢 因为这边一打一走 基本上就把你杀了 对 所以在时候 地方黑器是需要先顶一下 利用气质 然后呢 它外面走得更好一些 对 就是还牵一手 对 这里边 它是补的 牵完以后呢 黑器 虽然说局部是死的 就搬 然后呢 但是黑器可以把这个藏出来 就是为什么当时在虎子里面 就是保留 把这个要加厚 对 这边打不打都一样啊 打不打 然后反正这边白器也动不了了 不能跳 跳被冲断 这地方需要补齐 它搬之前先交换了一下 这里 然后再搬 这个 可能会好一点 好 接下来白器在里面 是不是还是要 对 需要补齐 需要补的 不能直接 如果它不补呢 你看我们就局部来说 这个历史先手 它只能接 那么呢 直接一点 或者搬这个 你就没法杀了 因为这一代将来是 你是 将来有眼杀嘛 有眼杀 走这个走这个 你伸不进啊 你只能靠后面 对 它只能从这边杀 所以 就白器想杀 黑器呢 就想提起来啊 咱们中国 中国的规则 不是熟知法 都是要 你要证明它的死期 你要把它从其万上提起来啊 那么你从这边是提不起来了啊 你这个收起来提 你这个是睡不进的 对 最终最终还是得靠这边 对 那你当黑器搬的时候 你看 如果走这个 那一搬 你要去走的话 那就变成打结了 你要走这边 当然这是个双火 是吧 这个双火 那你也不敢啊 将来这你带着两块棋啊 那就说黑器走的时候 这个局部 是个双火了 那白棋 当然了 就是说从局部来说 如果说 只能补在这儿 那就太委屈了 在将来班 你还得 还得缩回去 这样吃就渐小 对 但是它还可以补 补在这里 这么补 这边没有 这没有 就将来你点的时候呢 它弯这个 做大爷 这个就是 可能就是涉及到 这种很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脚上的一个规则问题了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 我如果收气 它不是也吃不了我吗 对吧 那我们来看看 就是走完 这有一颗纸 当然这边要先立掉 就是白棋射手是不能走 走完就变成打劫了 白棋是永远不能往这走的 将来黑棋再走 白棋射手是不能走 那么黑棋再走 黑棋应该会觉得 这地方是一个双火 对 但事实上呢 这地方是黑棋的死棋 我知道了 这个是不是 也是我们中国规则 一个叫做 捷径期望 对 捷径期望 就是这地方 要给大家要介绍一下 这个死棋 是和规则相关 是吗 是 但是因为 如果搞不清楚的死活的话 对整个的刑事判断是有目的 对 这地方呢 看起来白棋是暂时失不了 但是呢 一旦中盘的情况 这个因为是设计的 只跟中卫规则有关系 韩慧的时候 可能另外一码事了 将来呢 说完单关以后 白棋把所有的截裁都补掉 最错在提这个 然后你只能点进去 然后他一打 这时候虽然局部是打劫 但是实际上呢 白棋把截裁都已经补掉了 补掉了 对 所以说黑棋这个地方是死棋 所以这个 这里可以 白棋就不走了 最后判定的时候 对 是判为白棋 黑棋这里 黑棋是死棋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就当白棋弯在这的时候 看以为一点 还是会有问题 其实非也 那如果有一个连环截 连环截到最后终局的时候 你还是需要那个什么的 总是需要补掉的 我们也不讨论规则问题了 只是说从局部上来说 这地方现在白棋走完以后 黑棋是死了 那么这个地方 整个的一个变化 我也是第一次见 这也是个新型 一个新型 但是就可以看成是 黑棋利用棋子 外头获得了一片后市 对 那么整个的局势 应该还是一个两分的局势 对大致两分 现在飞棋抢到一个新手 对 像这种局部 对两位棋手来说 他显然都是 肯定都很清楚 很熟悉了 这个开具一个大型变化 这个稳健了一点 这个拆稳健了一点是吧 应该再 或者AI喜欢这种 这个小尖继续减从 但是他可能担心是 黑棋从这边直接过来 是 这有点看不清了 白棋挡下来 就继续局部就开始 所以像这样的分寸 其实很难去 很难掌握 我就是你稍微 稳健一些 还是 这个积极一些 不好说 但是你走完后 黑棋再走 那么这块有点要起来了 但是 而且这边也很大 每边都很大 这边也不知道该走什么 小鸡 沾大厂 沾大厂 但是实际上走完后 白棋再走 也不太好走 对 黑棋打入 打入的时候 白棋干脆脱鲜了 把这个捡起来 因为它不然的话 它这步棋走得就没有 要发挥它的效应 要发挥它的用 对 作用 但是走完以后 黑棋竟然将来 就随便 怎么都可以随便跑 白棋也脱鲜 双方有点气和的 这个意味在里面 有点像比拼气势 对 比气势了 个型歧视 你看 不过就是说 咱一眼看上去 如果说白棋围一块 那黑棋 那平均是黑棋大 还是黑棋大 明显黑棋大 黑棋这个幅度 绝对是比这边要大 大不少 所以白棋一定是 将来还是要在里面 做点文章的 不能让黑棋全部维生控 黑棋靠上去 丁号下的也很有气势 很紧凑 尝尝这个 哇 小生真的是 到人胆大 还要继续来走几个 再走就 不怕死吗 不怕进不去吗 是吧 对啊 而且现在是这样的 就你进去 如果说特别委屈的活一块 那你这三个字 你也要小心 不要撞伤很多的 他先先切 先先把这块 做做 做做工作啊 做做前期的准备工作 走 然后呢 就相当于是觉得 算 因为你这边 那个头是软的 算处理好了 最终还是要进去 还是要进去 还怎么个进 这个还是太大了 太大了 太大了 这一眼看得及 就这块 明显就比这边要大很多 对 白棋选择的 点 点完斑 这个应该 现在还看不出 有什么作用啊 这时候就展现 这个制估能力了 是吧 点了这么多 对对 就因为你真的要 要像自己要下的话 从哪里 左手 真的是 不知道 但是你这个地方 就这么来吗 嗯 这个我觉得 白棋不是很危险吗 还是看他们实战啊 看看实战的发挥 白棋 就是说 如果说 从正常来说 就是就这么 就这么来 白棋好像太危险了 底下是 一个后手 这样看起来 白棋有点重是吧 不是重的问题 很危险 要死了 全部被 装进去了 对啊 底下是一个后手眼 嗯 就是你上面 要做一个先手眼 这里呢 白棋将来扳一下 是有一个后手眼 呃 这一排这个外势 嗯 然后就说 如果黑棋围上这块 又把这个吃了的话 其实白棋 活了一块 也得不尝试啊 是的 因为黑棋 把这个贴过来之后 其实这边 基本上已经实力滑了 白棋不太好办 白棋不太好办 就丁浩和身边去 他们在常规赛时候就交过手 背盘棋就是丁浩获胜的 而且两个队也正好是龙元队2比2主将战胜了 这个大哥是吧 苏波尔队 这两支队其实也 我记得19年的时候 两个队也就进入决赛了 19年也是这个杭城这两个队伍会师了 最终是苏波尔杭州队是拿到了冠军 没错 当时大家也是 还是比较一致看好这个苏波尔队了 但是随着这个龙元队的实力不断的上升 我觉得就是在今天决赛之前 大家觉得不好说 对 因为上一盘上一轮是2比2 对 那这一轮呢 就这盘主将战就非常关键 非常关键 一盘顶两盘 对对对 是吧 基本上来说 只要谁获胜了 这个队拿冠军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 因为你主将战相当于两盘 你另外三盘必须得一边倒才行 对一边倒 那么你三盘都拿下 这个难度有点大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个 现在就是说白旗还要再压完 那肯定还要进了 得进去了 这如果不进了 那就是不能让 黑线全部都是空 对这个口子 而且这被剑到这里了 但实际上这剑 我就黑线这个拐出来 这个都很难拌 实际上它是贴这个 贴这个 这样贴不是把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袜补住了吗 还有 还有袜 对啊 哇 这太高了 还有袜 但是那得这边这个实际成熟 现在应该是不行了 斑 断掉 啊 那它是不是就准备挖了 如果说就 就是这样肯定不行吧 把这 先扳一手 对 它先扳了一下 就是断的时候 现在先扳了一手 是跳 然后果然是使出了这个袜 不使出这个局部怎么活啊 没看出来 好奇 视觉效果是有 反正是有视觉效果 是吧 这个袜在这里 但是仔细看这一袜 确实是 不太好对付 不好对付 不好对付 但是这样黑棋 让白棋活了也没什么吧 嗯 是这样黑棋就 怪 如果从外面打好像不行 是吧 反正也打比白棋这么 藏回来 让它产生两个断点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行 这个打着先手是吧 这个断点 断点 现在应该是不存在 但是它 它是不是还有别的想法 比如点这个 点完后再断 应该成立 好奇 好奇 先点一下 好奇 给一个 如果走这个 它就跑 反正 反正还可以 就这样 这样局部是不是活了吗 应该 我刚刚才 是不是还能长 还能长 不管再断 也有可能 是吧 如果这样能活也行 这样应该局部是 下面应该有眼 上面也有眼 局部是活了 就是它活完以后不一定好 活完后这边要死 我觉得 现在这个局面下 就是说白棋 死了肯定不行 但活了也不见得行 那不是很难 那就很难的一个局面 就是说 如果说直接打这个的话 那就是 那就比较清楚了 两个人都很清楚了 双方 你基本只能提了 情况下它一断 那就是只能打了贴下去 没有什么别的发 对 那白棋这一吃 局部就活了 那就看 这些怎么攻击 这几个棍子了 对 他先立 这个先手交换 实战就是 实战就是这么进行的 这样也比较简明 你攻完以后 如果它顺势再进来 基本上因为白棋没好 白棋还是可以 黑棋还是可以有手段 怎么打了打了 这各种手段都有 并不是都是白棋的空 对 接下来就看黑棋这一滴 怎么补齐 需要把它吃掉是吧 不用 也不一定要吃掉 不好吃 你要能吃掉当然好了 但是局部来说 不会硬 不是很好吃 比如说我如果飞呢 飞 比如它这是先手 飞其实它就算简单这么出来 因为它这里有冲断嘛 嗯 嗯 你这个要杀它 不好用墙 不好用墙 嗯 如果拐它就搬出来 对对对对对 你还凑着它走不对 反而是帮它行齐了 帮它回家了 所以实际上 我看丁浩是选择 好很冷静 冷静 自补了一手 哎这一并 冷静 它白旗基本上在走这个 那将来从这打出来什么的 就各种手段都有了 就反正借着攻击就顺势进来嘛 对 黑旗这大块也很大的 如果说只要让它别这边伟大伟大的 这其实黑旗也不错 好 实际上黑旗怎么样 看浅销上面的空 黑旗使出了背招 靠在这里 反正就威胁到它的时候 它没 不敢不敢乱动 这边 对 这个其实下的也还可以啊 就是你要跑 就是把这俩吃了 我觉得都 都不挺好吗 就最简单的 这是不是最简单的 对 我不是还要继续攻击你吗 这旗看起来很漂亮啊 黑旗的下法 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顶号应该是 对白旗出头 出头的时候 现在黑旗不是从这里开始 白旗其实最强的应该是 把这个就补住是吧 给你拼了 给你拼了 但是这个背靠住呢 能不能拼得动 不知道 这个靠还是什么 这个需要勇气了 我们因为是 因为自己不在上面 亲自下棋 这个 看热闹 看热了 不闲事了 自己摆一摆到这 对 这个时候肯定是要 白旗要好好 对对对 要继续一下 如果说这个成立的话 肯定是这个最严厉 对 你如果说 这边粘住 然后这里还 还能出头 还能跑出去 但是能跑的话 可能也要脱身皮 脱身皮 他过来可能 但是肯定是最好 最厉害的 你看这个 因为这个明显 这俩就死了 但是黑旗 你看还 他不肯就吃两个 实在他打这个 他还是黑旗下的 要更狠的下法 这个有点狠 切一下 靠这个 想吃多点 对 那当然如果能吃掉 这四个字 是更 更满意的 不过下面 也被白旗 就全部拉下了 不愿意 白旗要 把这个靠出来 那就是两个人 达成的共识 这不能死 这个感觉 其实是变得很混乱 现在 很混乱 很乱 靠这个 走个调子 这白旗 白旗如果说这边弄回来 这再搬这个 这个地方 感觉还是白旗凶险 虽然有点乱 在这断 断上去 不知道会不会又形成一个转换 这个时候就考验计算力了 比比力量 他先拐了一手 这样的 然后长 长这个是逼迫 你不能让我扳 对 是应该这个意思吧 是的 白旗只能长 那还可以 这拐下来还可以 有很大的收获 对 这里白旗 只能长了 是吧 白旗 上面 白旗如果走这个 一般 起起来 这个紫呢 这样的话 这个紫就比放在这儿要好一些 是吧 那得看 就走这个的话 你有可能打这个 这个形状挺好的 就这样的话 你就不好 这个不好意思了 你只能是走在这边 但是你怎么走 这也不好说 真的就拖鲜 这里白旗真拖鲜了 黑旗也不知道怎么吃 是吧 你要是扳我就 对 扳我就断 这还真的 给他看不太清楚 如果 如果长 长 它发出来 给你 吃这四个字太小了 这个那就太小了 这个不肯 这个不肯 这不肯 这刚才你打了就能吃两颗子 现在你出刀蛋 你还被他抓一个 这边也被他围上 这应该不肯 那我这里就只能尝出来 尝出来 占 那就 乱了 那就太乱了 太乱了 那也许黑旗 白旗这时候 可以考虑上面去拼一把 可以考虑 这个实在太考虑 这个主要拐下来是线索 是有点 这是有点很难接受 这个时候 丁浩还是气势上压倒了 压倒了 这个深圳去九端 然后把这里 这个 现在只能跳 加上是尖害线索 然后 我觉得这样的话 黑的 我觉得非常好了 现在呢 它相当于是 借助攻击 我们来看一下 只能病完以后 它已经得到一些 借助这个攻击 顺掉就把它给破光了 对 刚才黑旗 白旗这个大模样 是不是 黑旗顺利的把它给 在里面做活了 对 那么呢 这个黑旗 非常的满意 对于白旗只吃了 这两个子 其实并不大 并不大 因为和脚伤是没有关系的 对 脚伤反正也是死的 对 那么只吃了两个子 可以接受 黑旗可以接受 黑旗自己还吃掉一颗 对 那黑旗现在应该是 形势不错 我觉得现在黑旗 形势不错 嗯 他们下面没有尖 先直接飞 直接飞 白旗打 打这个 打吃这个的时候 黑旗是 拐出来 提掉 这个已经不是 想象中那么大了 这个很薄啊 这边 白旗整体 虽然两边联络了 出头了 这边点过 吃过一个 之前点过 虽然都出来了 但是也要小心 这两个子 还没有完全的 这个做出来 两只也没有完全做出来 对 而且很薄 现在 白旗 黑旗现在是 形势不错 攻击 哎呀 顺势就 对 哎 现在 如果这个安全运转的话 我觉得这个 丁浩应该 非常有希望 这盘其实如果 丁浩拿下 我觉得他应该是 本届当之无愧的 MVP 对对 明显的 真的是他带领的 这个队伍拿到了 这个为假的冠军 而且他自己 也是在多胜榜中 是高居第一位 对对对 他气候赛 你看八盘机 只输一盘 这个太厉害了 首先他也比别人 下的多 因为他是从 季后赛的第一轮 就开始下 有些队伍 比如说像 这个苏布尔队 他是要到 最终总决赛 才出场的 是 好 现在白旗没有办法了 继续要追究黑旗 这个时候黑旗 如果能找到一个 比较简单的 那个什么 就好 点 点啊 还在拼 点到这里 白旗 白旗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可以推让的 不是 这个如果说 没有什么效果的话 有可能会 会吃亏了 会吃亏是吧 损进去 这本来其实 你看嘛 这扳 这个都是线索 对吧 就摆一个最简单的图 这都是他的绝对线索 基本上 这个托 这个托你也没办法 你只能扳这个 他在扳 这已经活得差不多了 走哪都可以 退一个什么的 这已经活得差不多了 你都先手 又有目标 又有目标 又有人活得很开心 这不挺好吗 对 点进去是不是有点太追求效率了 没必要 点 要小心一点 当然你白旗应对时候也要小心 因为他毕竟是 没有 他走到这 他是有用的呀 他将来这出来 你这不是怎么办 你是有 自身这个眼味 对 你本来这拐完的时候 你这有个纸的话 这个 接着说你可以冲这个 然后如果这有 有线索 已经是有一个铁眼 这个是有 丁浩是不是 因为前面一直在拼 这个时候有点没有 没有这个控制住节奏 没有杀住车 这个时候没有杀住车是吧 这因为现在 一下如果看不清楚 没有对白旗脚上 没有手段的话 自己就陷进去了 对对对对 还是顶 然后再立 他是黑旗是在强调 白旗的味道不太好 但是他是不是有点忽视 自身死活 贴这 就能做这个 然后再顶 对这个这个还是要补的 补这个就是如果这边没有味道的话 他自己顶呢 你是要补你是 有点麻 不知道长还是长 这个还是牵手 如果走这个的话 这个局部 这个局部你可没活 脚上白旗不用补了吗 脚上如果补的话你就活了 比如说这样 跳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也看不太清楚了 打钻 其实可能也是跟双方的形式判断有关 这个这个完全看不清楚了 这个完全看不清楚了 这个黑旗一定能行吗 这里边是我如果补的话是补没力 今天这补是吧 对啊 我如果走这你不是很麻烦吗 走哪里都麻烦呀 我先补一下 先补 补正常来说应该是要挡那个了 是吧 我再补这个 再补我就我走这边 你至少是个打结嘛 这个就是看不清楚了 这个 如果说黑旗形势有力的话 他就没必要这么拼 是吧 太没必要了 这个地方你不是打结的问题啊 你这地方我就活了吧 应该 白的银活了 双活了 对白的银活了 这太没必要了 这看不清楚主要是 就震一下看不清楚 这个脚上有什么手段 看起来很薄 我看实战 现在白就去先冲 搬这个我看实现来是 对 搬这个是要 搬粘 那要加强自己 做准备是不是 那可能要做准备 要准备上这招了 我是看出来的 这里要断 对 这里断黑旗 要杀这块 对 黑旗还是要补一下 补这个 真的 现在一顶 这有点麻烦的 它顶的时候 现在黑旗挤 这个一定要补是吧 这个地方不补不行吗 哎呀 当时当年这个 历史线索没走到 这个历 当年就是 这边还没提到 如果历掉的话 这个能有后门 对对 这里就是后手了 白旗这个斑针就是 黑旗可以不补 对啊 现在也是必须要补是吧 断完我这个不能活是吗 算他给你看不太清楚了已经 嗯 然后顶这个 挤 挤 这挤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没走着吗 这挤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这一顶 他有点不太好办了 挡就这里 给人家先手挤 他如果退 眼位 不是你挤完 我就算硬一手 你又不能挡 挡完我走 你不是要死吗 哦 他这里就是挤掉 就算挡了里边也不活 对啊 挤我还可能弯在这儿 还可以弯在这儿 这脚上没齐了 现在 现在马上就弯了 听他接住 摆系就是弯下来 就说是你不能 你手这个 他一地 是不是要死啊 中间是只有一只眼 脚上 就是这样 这样我看不出来怎么活呀 你怎么办 这样的话不是要死吗 这样是要死 贴不行啊 贴尾冲的也没办法呀 然后搬 都都来不及 在这里是不是还有白鞋都能挤过了 对啊 还有过 没有过 就是说已经没有问题了 白鞋的脚 哦 很 一起很危险呀 这个大龙 就是说你不能挡这个 然后将它被他拐来接触 那这个损失可大了 实战他是没有挡拖的 他不敢挡 来作业了 这个这个丁浩这个 哇 应该是进入独秒了 我觉得 肯定是进入独秒了 嗯 呃 这里被一拐 这个损失有点 哦 这个损失太大了 这个损失 损失太大 这三个子就已经掉了 对 这损失巨大 嗯 可惜 他可能这个挤的时候 还得想点办法 这等时候先脚上 先动到手 对 可能还在想点办法 对对对 呃 这挤肯定是坏期 可能还是当初从这个点开始 就是有点没必要 没必要 其实本来就是就是拼得太凶 最简单的 换一拐 这个特别简单 就就活得很干净 干净了 拼得太凶了 这里 最终没想到自己的这个大龙 嗯 一下子变薄 出现了问题 这个损失太大了 对 对 这个 堵 跳过 啊 这个太难受了 就是这个脚步白棋 其实 被 被搜刮的还好 是吧 对啊 因为 现在 这几些的回头看 你还 还窥目了 嗯 先压了一下 这补这个 补这个冲断 请压一个不是按照刚才的逻辑 它是要断一下杀起吗 嗯 先团 排气 排气团 那不怕断 对啊 它断了 现在就断了 这个现在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力来不及了 是吧 现在来不及了 如果现在力 它给你杀气啊 现在 它就 如果现在力呢 不是 它这样 关键这边都是线手 它本身你要 现在力它肯定要给你分断嘛 就煎一个 嗯 这个火线手 这有一只眼 白气现在 黑气 白气没力 黑气没力 现在是虎 虎一个应该是线手 嗯 这里要冲断 白气不 哦 黑气 一个意思 踢的吧 好的 挡住 哦 它是有亏的 那其实现在你要力的话 它给你过都可以 它可以 是不是可以进去了 对吧 对 现在黑气是想要力的先手 对 是吧 对 但是现在白气 就所谓了 你要连回去就回去好了 嗯 这是损了好多木了 它这个夹也要煮到木了 然后这边还吃了 这两下也损了 进来搬 然后才会 护住自己的空 它担心你力的时候 它要进去 嗯 但是 感觉形势 但是这样收的话 黑气形势 是不是 哎 单粘 单粘这个 哦 这里要冲断 在这上 粘这个 它是 它是这个 都担心 如果走这个的话 将来它可能打 要打 打出来 是个意思 有可能 很麻烦 你看 只能接它 再打 走完以后 它这个要死 如果说这样 就接住 这怎么办 这要断 嗯 你就是 你如果不冲这个的话 倒是可以回去 你从这个 它就接住 你再接住 它可以先把这个 连回来 是先手 现在这一接 这要出问题了 你还得提这个 就出去了 你要不走这个 单走的话 人家这个接先手 这已经活了 都是麻烦 这个有点好 好 有点痛 丝的 是的 现在它是单粘 这个要充断 要补助 现在团 这个是先手 是吧 这是先手 这应该丁号 已经读秒 在打僵了 在打僵了 嗯 现在要处理这块 啊 这块 这块因为不走的话 在这间局部上 应该是死的 嗯 对 这个地方做不出眼来 对 但是这样的处理这块 这边都全部都盖着 哎 这木树损失太大了 这损失有点大了 这个葡萄炸 这四个子还没有救回来 哎 当时他团这个 沾这个也是为了抢 抢抢抹木 因为他被白旗断 这全是吗 吃了四个 四五六母 对 这个 这有点有点差不起啊 本身他吃的这个纸 他把黑旗还有好几木 如果说你什么都不走啊 就是将来白旗收完以后呢 把这一段 那么这一二三 六个十二母 已经十二母了 嗯 十三四十五十七十八九 最近快是二十五 加上你这本身 有三母席 就是二十三母 白旗拿到了 黑旗得到的是这些目数 那就亏很多了 对 得不偿失啊 亏很多 就是本来他的 我们觉得就黑旗还是 有点优势 但是这个点优势 那完全没有这么多目 可能有个三四母席的优势 我们打个比方啊 那么这下白旗肯定完全 不只便宜三四五 也便宜了七八母 还是这一代有些下的 有点过了 是吧 黑旗 不是 他主要从这点开始啊 我们就说现在看到最后是 好 看一看啊 现在 现在盖到黑旗 黑旗是挖这个 啊 就是要补活 但连利都不利吗 利来不及了 反正都 就现在 现在利他一间也是死了 你走完后 他就该找四个嘛 对 都应来不及 想要做活 哇 如果 他如果吃呢 他吃 他吃就活了 就这么吃着活 那其实也是 他可以走这 走这个 对 走这个 关键 这个走这都不活了 这样才不活 对啊 局部不活 但是挖 挖这个肯定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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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对 他就活了 这个 吃这个来不及了 吃这个 他就冲 做这个 做这个眼 他就挤进来 对 来不及了 哦 最终这块鸡被吃掉了 这个 其实我觉得 后面这块鸡 是不是 其实他就 可能跟胜负 已经无关了 对 无关了 他就已经乱了下来 对 木树 木树黑气 已经是要差一些了 嗯 对这个198 最后一手棋 白鸡冲 确实黑棋 也是没有办法 再继续下去了 对对对 那么呢 我觉得主要是 本来这个黑棋贴下来后 是形式非常好 嗯 那个时候 呃 从前不要点这个 对 这个点 其实就简单之后 就黑的 已经活得 非常非常的开心了 对 然后就正常收关就行了 不要点 点完被贴 其实已经给自己 伸出了 毛病了 后来白棋顶的时候 这个可能不要挤 挤一个绝对是坏气 这个点 我觉得就是前面 因为黑棋一直下的 都是比较拼的 一直是个拼搏的状态 所以还想继续拼 因为前面他拼的效果不错 嗯 形式已经是 但是他其实 又是正常慢慢扩大 他正常下的话 其实那时候 黑棋一直形成不坏的 嗯 黑棋形成一直挺好的 对 不 你看他这里打了长 这种下法都是挑最狠的下 那那那倒是可能 嗯 就是本来打了残 其实黑的也不错 是 这样倒是有点看不清啊 说实话 他还是都是 在拼命 在拼命 就是总是想挑最狠的下 但是他 他有一点 就是当时自己形势 已经不错了 不错了 有的时候该收兵的时候 也是要找到一个 合适的机会去收兵的 这个专案鞋 这么输掉 对丁浩 我觉得确实非常可惜啊 那当然我们也要恭喜 那个 这个苏保尔杭州队 苏保尔杭州队 也因为凭借到 这个孙春旭的胜利呢 他们也再次获得了 咱们2021年的 五一甲的冠军 好像也确实就是 跟这盘棋有关 因为我看到 看到这个李东勋获胜了 李东勋是龙阳队的吗 就他们至少有一分 哎呀那你这么说 这个丁浩晚上睡不着觉了 我觉得可能不仅他一个人 包括他们队的教练 自己的队友是吧 这个本来这个龙阳队 如果夺冠的话 真的是一个很 很励志的 很传奇的一个故事 就是虽然都是杭州队 但是因为都是 我们就叫德比战嘛 德比 德比是从来 谁也不会让谁的 肯定 你像他这种 这种大公司里面 本来就会 比如两个一个项目 也会有两个团队去竞争 内部竞争 是不是 他们还不是一个公司 但是呢 这半棋呢 我觉得曾经浩 就是从那个内容上来说 其实写下的也非常好的 是的 就是下的大半盘的好棋 真的前面一直是 黑棋看起来 顺风顺水 顺风顺水 而且下的很漂亮 像这种 打了场这种调 是吧 看起来就非常的 赏心悦目 但是 从这个 几乎是从点开始 对 好像就 我觉得 其实在这种时候 也就是 最顺服的关键时候 一两步棋就送出去了 当然可能是因为 也像王维老师说的 那个丁浩一直把自己 摆在一个拼搏的位置 其实可能 稍微应该调整一下心态 从那个整盘起 至少从大半盘的发挥来说 丁浩是毫不逊色于 深圳旭 是的 而且我看 丁浩和深圳旭 他们的胜率也是 比较接近 他赢了很多盘深圳旭 是 互有胜负 互有胜负 包括像这代常规赛当中 他就战胜了深圳旭 最后他这个队伍 也是2比2顶将胜 但是我听说丁浩总是在 最后关头是要断一下电 经常会这样出起 是吗 像这样出了很多盘 其他自己也发朋友 就是说这个 也反省 其实到最后的时候 对经常会断电就打勺 丁浩这个后半盘 这个问题确实 应该急需要解决 对 那他自己需要去调整 去总结 对 好在这个还是很年轻 00后 是吧 我们那个未来可期 未来可期 是的 那么随着这盘棋的结束 本届这个 那么关亚军之争结束了 去年的维甲也落幕了 对 我们维甲呢 也这个大结局也出现了 是吧 也知道现在最后 也是要祝贺 苏布尔杭州队 再次获得了 本届维甲联赛的冠军 那么 2021年 维甲联赛 也是顺利落幕 是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感谢刘京老师 感谢王林老师 对 我们一起陪伴我们 看了两盘精彩的对局 那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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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